這題是考你氮循環 然後他有跟你提到說 甲乙丙丁是代表不同的寒氮化合物 ABC代表參與的微生物 我們一個來看 生產者吸收土壤中的誰 他說甲乙丙丁全吸收了 看起來就不可能是答案 那我們先把甲乙丙丁列出來是什麼 首先這個氮N2在這裡 經由B,B是不是那個固氮菌 固氮菌 因為ABC是生物 所以這邊整個指的是固氮菌 固氮菌呢把N2固定下來 變成NH3 變成氨 氨呢在溶於水 所以這邊是溶於水 變成NH4症 NH4症呢 經由亞硝化反應變成NO3 NO2負一架 亞硝酸鹽 再來變成硝酸鹽 NO3負 好,好看還是我沒解出來 差不多了 所以植物體吸收的是誰呢 吸收氨鹽跟硝酸鹽 進入植物體 而不是 加1,丙丁都能 只有植物體吸收的 就是 鞍鹽跟硝酸鹽 因此A選項不對了 C選項 C在這裡 C是消化作用 C參與的作用 不包含甲變成乙 對的,這是對的 先打扣扣 因為甲變成乙 只是溶於水 不需要為生物來幫忙 甲變成乙 只是溶於水 不需要為生物 而 這個C呢 指的是 叫做消化作用 由 鞍鹽變雅硝酸鹽 再變硝酸鹽 這叫消化作用 變成硝酸鹽 它是 消化作用需要消化菌 但是 甲變成乙 是溶於水 所以這裡C是對的 諸選項A跟B 分別為蛋元素 進入跟離開生物世界的途徑嗎 不是的 你看這個B 固蛋變成N與3 它還是無機物啊 所以 我現在換一個顏色 這條線拉上去 大家 這條線以上 都是無機的世界 都在生物的外面 所以 A B C 都是無機 那什麼叫進入生命 跟離開生命世界呢 我用 藍色鏡頭 標給你們 植物就是生產者 吸收了鞍鹽或硝酸鹽 就進入生命的世界了 分解者呢 把它分解成鞍 所以這兩個藍色的鏡頭 才是進入跟離開生命的世界 而不是上面所講的A B C A B C都是無機的 所以這裡豬就不對了 好 我們看E選項 A和B對於植物生長的影響 是相反的 是對的 因為一個固蛋 一個脫蛋嘛 脫蛋會讓我們的土壤 越來越貧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喜歡的是B 而不喜歡A 好 他說前者是有害的 對 A有害 A是脫蛋 脫蛋會讓土壤變平級 然後後者呢 是固蛋 固蛋會把空氣中的蛋 弄到土壤中 最後形成硝酸鹽或鞍鹽 增加土壤的蛋肥 所以這題的E是對的 我們喜歡固蛋 不喜歡脫蛋 因為固蛋會讓土壤中的蛋元素 比較多 土壤中就有豐富的蛋肥 好 這是26題 除了B選項 其他的選項的說明 好 26題 還有沒有問題 2 2 2 4 4 4 5 4 5 7